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再给您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够语言 为什么要开这套课程 是这样 虽然说当下看起来 够语言不如python java c c++这么的火爆 但是从它语言特性来说 特别是从它支持高并发性来说 我认为今后它将是一门非常有前途的语言 甚至说很多的区块链都是用够语言进行架构 如果说您现在还是学生朋友的话 我非常建议您从现在开始就要接触学习一下够语言 好不好 那我叫课程就是为这些朋友准备的 那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够语言的官网 马上访问一下 有人说这个叫够 我是把它翻译成够语言 有的朋友把它翻译成够浪 够浪不好听吗 对吧 有朋友还把它翻译成够烂 够烂也不好听 谁还用 所以说我这条课程中 我主要把它翻译成够语言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官网 非常的不错 对吧 很简洁 这个简洁是我非常喜欢的风格 大家点击一下这个This Project 大家请看到 这是它release的一个履历 对吧 大家请看 最新的版本 我这次采用的准备是2020年的版本 1.14版本 看起来它是每一年发两个版本 是吧 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OK 一年两个版本 那么今年也许还会再有一个版本 没关系 咱们现在先暂时用最新的1.14 回来 如果它有新版本了 我马上更新 好不好 OK 回到咱们的课见 好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GitHub 看一下它有多少颗星 一般衡量一个开源项目的标准 主要是看它GitHub上有多少颗星 大家请看 它现在是74900颗星 真的是非常不错 一般GitHub 我的标准超过1万 就是怎么说 很不错的项目 超过2万 这就是非常优秀的项目 它能超过7万 那是相当相当有发展前途的项目 一定要学习 OK 接下来看一下我的课程使用版本 是1.14.6 这个应该是当前最新的版本 然后我叫课程面向的对象 我定位在 就是您没有接触过 构源的初学者朋友 好不好 然后我叫课程 您要具备的基础的知识是 大家请看 只需要您有一些 简单的编程基础 当然这也不是必须的 您没学过编程 也可以学习我叫课程 OK 接下来使用的开发工具 我首推还是VSCode VSCode里面 咱们装一个构源的插件 就可以使用 有朋友说 我想用这个Atom 想用这个EM Editor 想用我们公司自己的开发工具 也是没有问题 好不好 OK 然后我的课程的计划 和以前我所有的知识课程一样 每个课程 我只给您包含一个知识点 尽量控制在3到5分钟之内 甚至更短 但是最近可能有所超时 我尽量把它控制到3到5分钟之内 给您讲完一个知识点 好不好 OK 我这课程 目前计划打算做70期 有点多 好 那咱们先少叙 首先干什么 我今天就在我本级 这个Ubuntu 咱们安装一个构源的开发包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我开一个终端 好 把它最大化 然后咱们在我的终端下 咱们干什么 先下载这个构源的开发包 我把它放到我的 这个怎么还大写了 我把它放 我把它放到我的工作文件夹 好不好 咱清评 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大概是100多兆 大家请看 我的网速不慢吧 一秒钟10兆 可以啊 还是不错 大概100 100兆出头 178兆 好 下载完成之后 咱们干什么 118兆 咱们干什么 咱们把它解压缩到哪去 大家请看 我把它解压缩到 User下面的local这个文件夹下 这相当于是说 咱们本地的系统级目录 好不好 把它解压过去 因为这个系统目录 是这个需要管理员权限 所以说我在前面 加上了一个SU2 好不好 马上试一下 go 清评 go 看我老喜欢你们go 我能不学构源吗 对不对 24678 对 我在这个课件中 我口头有人就是说go 对吧 咱们走 咱们一起去 那真的就应该给您介绍一下 构源 好 然后接完之后 咱们是这样 咱们把它解压缩到这个目录下去之后 咱们并不能够马上使用 咱们需要编辑一下本地的文件 好不好 咱们编辑一下 把这个咱们这个路径 加到咱们的profile里面去 我把它放到最下面吧 上面是我前两天做的那个dano的 好 然后退出 然后因为我是第一次运行 所以说我再手工export一下 然后清评 好 按理说 我现在通过这一步操作的话 咱们就应该在本地装好了 构源的最新版本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go version 看一下这个版本 go 大家请看 我本地装的版本呢 是1.14.6 这个应该是当前最新的版本 咱们什么都不需要回车的话 大家请看 它的命中参数都会显示出来 好不好 OK清评 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go原的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今后呢 它的语法 我都会一点点给您讲到 非常的特殊 这个有点像怎么说偏执狂设体的语言 好开始 go 然后在这里面 咱们考上三行代码 四行代码 好 咱们看 这四行代码都讲了一个什么事 咱们看 第一个 package 您看到这第一行package 是不是眼熟 对 像Java 是吧 OK 第二行 大家请看 impose一个包 您是不是眼熟 对 像TS 是吧 接下来 function man 大家请看 fung 非常像 像什么 像Cotlin 不管吧 反正咱们这是一个主函数man 进来之后 咱们就打印一个hello world 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个地方加上一个点 好 咱们试一试 这个代码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我在本地敲什么 敲go 空格 run 然后再敲上咱们这个名字 就可以运行起来 一般咱们就node.js 等等 就是没有这个run 对吧 这也就是说够圆 要我说他偏执狂做的程序 好不好 好 咱们试试 go 大型出来了吧 hello world 非常的快 然后这还不算完 为什么 因为够语言 大家请看 他给咱们提供一个默认的机制 让咱们可以把咱们写的代码 编译成一个二进制的文件 说二进制的文件 其实在这个地方 够语言是把它编译成了 直接编译成了机器码 这样的话 会达到一个够语言的运行效率 最快的效果 咱们就编译试一下 go 冲了口头语 我也非常喜欢用go 好 咱们rs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 就是本地的一个二进制文件 我呢 通过这个maingo 刚刚编译出来 咱们生成了一个 本机可执行文件 因为是 我在这个linux下 所以说 您看到是一个main 如果这行命令 您在windows下编辑的话 您本地会生成一个main.exe 本机可执行文件 咱们就执行一下 好不好 清空 man 一回车 注意看 哎 马上出来了 非常的快 这个是我真的喜欢 够语言的原因之一 就换句话说 我自己编个小程序 编之后我就不管了 反正我下次 我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对吧 因为它编成机器码了 我可以直接运行了 我可以摆脱 我的开发环境了 对吧 OK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执行方式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好 吹了半天 够语言 但是我认为 今后您在做高并发的时候 够语言绝对是您的 首冲的选择 是这样 我的小马视频频道 给您开了客户端的课程 VUE Bullstrap 对吧 给您开的服务器端课程 目前是Python 可能能开发服务器端 可能Node.js 能开发服务器端 但是今后 我非常推荐您 使用够语言 开发服务器端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今天 要给您介绍够语言的 当然够语言的 它不仅仅可以开发服务器端 它可以开发多如牛毛的应用 我会一点点的给您介绍 甚至今后 我可能会给您讲到 手机的开发 咱们也是用够语言 进行开发 都是可以的 但是目前 它还属于测试版的阶段 好 那么您 如果对够语言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随着我这个视频 咱们一起来学习 研究够语言吧 好 这就是我够语言课程的第一期 希望您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我今天的代码 都会放到 包括我今后课件代码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下载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稍微有点超时 从第二期开始 咱们尽量控制在 三到五分钟之内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